大江大河原著 作者阿奈 柳君此时全明白了 梁思深心里记忆着与他的聊天呢 他激动的道 梁姐 谢谢你帮我挽救中心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戒才好 你几乎是救了我的命啊 宋云辉笑道 谢什么呢 研发中心是思深的饭碗 他就自己的饭碗而已 梁思深一本正经的道 我们都是十足的奸商 不过偶尔得给自己粉刷一层信念啊 理想啊之类的 形而上的东西 显得我们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座的其他三个成年人 都学过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中的 纪念白球恩 听着十足洋气的梁思深 将语录活学活用 异常有习感 全部大笑 四个孩子反而不明白了 看着大笑的爸爸妈妈们 很是莫名其妙 饭后 梁思深解释 他从亲朋好友那儿 大致了解到政策趋势了 估计很快就会有最高政策出台 房地产会是重点之一 地方政府将获得上方保健 这是政策面 另一方面是资本面 目前全世界都用果断降息 来扩大流通 中国与其他国家 有一个最大不同是 其他国家的银行 绝大部分是私有 他们忌惮风险 会谨慎放款 但是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 只要国家有窗口指导 他们唯有配合 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 扩大贷款 而且估计很快 也有国家投资出台 数目不小 所以可以预见 未来市面上不缺资金 扩大贷款 加国家投资 完全可以填补民间谨慎投资造成的资金缺口 可在目前百业凋敝的情况下 这些钱可以投向哪才能获利 在出口市场的外需 受国外金融危机影响 而无法恢复 而内需已经刺激多年 也无法兴旺 现在更别指望的前提下 巨额资金的流向几乎是不言而喻了 梁思琛说 这是很老套的 格林斯潘以前用来救美国经济的套路 结果也有先例可循啊 有政策支持 又有资金支持 所以大家该做的就是 跑在政策出台之前 将政策涉及的赶紧拿下 当一回吐酒 四个人当场拍板 明天周六不休息了 立刻行动 拿下杨巡嘴里被迫吐出来的肥肉 鸡蛋里挑骨头的审核报表 逐字逐句修订合同 没办法 因为四个人不信任杨巡 不相信报表的真实 不相信账目如报表那么简单 不相信账面上除了抵押贷款 没有其他私人借贷 大伙集思广益 制定一份排除性非常强的合同 从宋家回来 天已经很晚 可柳军与崔冰冰高兴的睡不着 将蛋蛋和小碎花送上床 两人戴着耳机赤指脚 欢欢的跳了半天舞 压抑着嗓门又笑又叫 活了 这一下是真的有活路了 柳军的困难暂时见底 可工厂的困难远未到头 短暂的快乐之后 面对社会上猜测 这回危机将合适复苏 复苏是L型 U型还是V型 柳军则是最担心 他的复苏是W型 因为他暂时看不到前路 有多少起色 而他还需付出多少个月的 轮休工资 他还需继续打价格肉搏战 他还得投入研发中心 毕竟他认为地方政府再拉楼市 应该也是起色有限吧 消费能力受限 再高也不会高哪去 他能从合作买房地产公司中获得的利润 不知够不够支持他 坚持到制造行业的黎明 他会不会像钱鸿鸣那样 也在黎明之前倒下 即使想着都心寒 柳军还是得努力 努力寻找生意 四万亿伴随国石条呼啦啦而来 果然不出梁思深所料 柳军感觉周围所有人 都好好研读了国石条 研读的目的是判断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但很多人也问 经济下滑成这样 四万亿怎么拿得出来 会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只是一个安抚人心的数字 深化东的爸爸申宝田冷然道 简单 印钱 观点众说纷纭 柳军决定相信申宝田这个老法师 但是对于国石条的第一条 申宝田却更加冷然的反问 谁出现 相关行业针对四万亿很快做出反应 柳军没有料错 工程机械方面首先有了动静 开始市场部门接到寻价电话了 开始业务员的出访获得意向回复了 但是只听打雷不见下雨 全都还在观望不敢轻易开工上马 以免在这种苦寒冬日里攒下要命的库存 这个时候活着的企业就显现出了优势 打电话有人接 来公司看得到机器在转 工人没被裁员 首先说明一种实力 说明不需要担心业务放出去后 传来对方忽然倒闭的消息 这个时候谁都小心翼翼 不敢有任何闪失影响利润 普遍心里是稳字当头 只是四万亿还停留在纸上 具体投入到哪还只是宏图 因此业界都只能等待 密切关注四万亿的落实 老老实实配合四万亿的步调 等待是一种煎熬 不可知的等待更是一种痛苦 可前路漫漫 立项 报批 审核等等都需要时间 别无选择 全都必须在下滑的开工率打压下 继续等待 今年 整个2008年 从文所未闻的洞与冰灾开始 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一路严寒 冷到年底 这一年 柳军失去最好的朋友 却还晦气的在年底前出国恰伤的时候 撞见素仇杨巡 更令人头痛的是杨巡见到他 就阴魂不散的缠上了他 两人原来搭乘同一班去往美国的飞机 柳军见杨巡丝毫没有离开他的意思 便清除此人估计想利用他做一回全程翻译了 可真做得出来 他看看杨巡携带的两只巨大行李箱 不怀好意地问 杨总该不是卷包前逃棒啊 家当都带上了 我逃 杨巡反而一脸惊讶 我为什么要逃到国外去 赔几千万块钱 跑美国买几间房子收租啊 还不如跳飞机来的痛快 我去美国看儿女老婆 他们快放假了 好多天 我这回啊 总算有时间陪陪他们 我告诉你 人在青山在 只要公司不倒 所有债务都只是账面数字 哪家公司不是负债运行的 我又不是你的同学 我有实业 都是响当当的实业 债主再不心甘情愿 这个时候也只能跟我绑一条船上 等我的实业活过来 他们更怕我 既然如此 又何必卖房地产公司呢 目前看来 那是最早生金蛋的鸡啊 柳军心里嘀咕 老婆不是离了吗 没办法呀 周转资金没了 这种时候债主不追债 可也没钱再给我 卖别的未必找得到下下 只能割肉房地产 我卖掉房地产公司 去除各种费用 还能到手五六千万 我们做生意的 越苦的时候 手头越不能缺活钱 越苦的时候 越需要烧香拜佛 尤其是年关将近 你可以其他时候手头没活钱 也断断不可以年底 没有红包钱 你不是刚回国的时候 你回国这么多年坐下来 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出国干嘛去呀 好 去谈一笔业务 一家集团整体裁掉一家分厂 打算把这家分厂的产品 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地区来做 我跟他们过去存在业务联系 他们相信我有ODM的实力 故此邀请我过去商谈 ODM是什么 就是老美提供产品技术参数 我来设计和生产 这家的技术要求比较复杂 系列变化很快 一般公司难以接手 我顺便看看他们才到的分厂 有没有可利用的二手设备 哦 这倒是你的优势 杨询说话归说话 手上一点不含糊 抓过柳军手中的资料 将登机牌换到一起 一路无聊的很 坐一起有个照应 你不坐商务舱 省省啊 都穷人家出身 还没那么娇贵 我有个朋友 趁这时机啊 到国外挖技术人才 这回老美失业不少人 据说这个时候 挖华裔专业人才 价格可以降不少 我有心趁长架挖几个 可又担心 要是挖来的人 跟你刚回国时候一样 傻傻的不好用怎么办 说实话 我家老三也是一毕业就出国 跟你一样德行 我老婆后来才出的国 几年美国待下来 专业知识倒是上进了 脑袋变简单了 不是脑袋变简单 而是各地有不同的思维 各地用力的地方不一样 我们看你还觉得你闹腾的可笑呢 你前妻对此应该最有了解吧 你要真想引进技术人才 你最好先自己改变一下思想 给人才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 我看你不行 你的观念里面不尊重知识 没有一个以技术求发展的理念 你就是把人才供起来也没用 说白了 你没那根弦 技术人才靠脑袋出活 要是你管理不顺 人家在脑袋里偷工减料 你管都管不住 柳军见杨巡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即使登机时候 也似乎满脑门都是问号 他坐下就毫不客气地问 哼 说到你痛楚了吧 再跟你说 我的研发中心我都不需要去 他们自觉加班加点 公司现在这么困难 他们替我分忧解难 我要是心里面那根弦 花再多钱引进人才 也只会是被动帮人才 在国内做跳板 做修桥铺路的傻活 杨巡依然暴毙看着柳军 看得出柳军说的不假 这正是他遇到的问题 那 你怎么对待他们 柳军言简一概 创造力无价 杨巡的眼光 不由自主地 往柳军的手指上掠过 他在飞机的起飞声中沉默 好久看空姐开始活动了 他才开枪 你这话 这世道是有点变了 以前知识分子没那么重要 现在我们这行抢人 挖人 千方百计留住人 花越来越大价钱 说半天就是没一个字 说到培养人 我这好几年 有八成技术人员 是公司自己培养出来的 其他两成是公司开创时期挖来的 但他们知识中的一半 也是通过公司有意识的培训 才获得 比如今天 若是去美国为一个展会的话 可能坐你身边的就不是我了 而是我的几个工程师 包括梁姐 她原本想考研去哪家名校 读数学研博 可最后不愿去了 因为我忠心本身 就以一位数学教授有签约 随时可以接受咨询 而且 我忠心的学术气氛 要浓厚的多 杨询也打断柳军的话 可你这几年赚的并不多 看你的发展 我都替你着急 只有我妹妹这种人 才会说你脚踏实地 她不懂创业才那么说呢 我经营水平有限 近来跟着我的副总学习经营 受益匪浅 创业 也需要有观念 柳军不明白 为什么今天 他和杨询似乎都特别坦白 杨询点点头 嗯 我给你指一条路 你进水楼台 一个巨无霸国企 一个权贵 宋家夫妻扫扫门凤子 就够你受用 到现在为止 才合作一笔收购 我房地产公司的生意 你算没用 不过很明显 这笔生意是他们提醒你 他们干嘛评议你啊 因为权贵在你手下 玩数学还拿工资 你看 你三言两语就暴露马脚了吧 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么低俗 他们认识创造力的真正价值 他们清楚 这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宋总帮我的可不止这点 他促成我F1系列 研究这个大工程 若没有他 这个研究 在我当时想都不敢想 他提名 让我获得各种科技奖 获得奖金 获得政策 关键是我不擅长钻营 不懂得抓住机会 跟政府要求更多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怎么样啊 没人告诉我 有这政策 那政策 政务不公开啊 后来还是被我副总提醒 前不久 宋总又竭力举荐我公司 这回 我不会让机会溜走了 我要争取政策 宋总 最先赏识你的是他 不是因为你和梁 还有小申 都是飞车党 你该不会 还认为我送了宋总 和梁姐很多好处吧 两人对视 柳军从杨巡眼里 看出一丝恍惚 或许 你的世界只有利益相关吧 但我们的世界里 有一些傻傻的东西 比如你近来才意识到知识无价 因为这个社会发展到现阶段 人力成本上升趋势 已不可逆转 无论国内外的市场竞争 都将越来越靠科研技术 只是眼下的大环境 并不支持这种脚踏实地的竞争方式 有很多傻傻的人 内心很焦虑 很着急 很想尽以一己之力 稍微改变一下这样的结构问题 我们都在努力 我非常感谢宋总支持我的努力 他是个很有精神感召力的人 你千万别代替傻傻的人这四个字啊 你还是说有识之士吧 我虽然文化低 但还听得懂 要不然这话传到宋总耳朵里 我回国还不得让宋总拧下头颅啊 杨寻虚晃一枪 却没真正答复柳军的话 只是宁神看向基底 传递出不想说话的信号 但柳军不肯说停就停 嗯 不是傻傻的是什么呀 对 这形势下面 你应该抛下工厂 好好开发我那块地 有你赚的 两四身啊 就是会趁火打劫 你跟着他没错 我等到把地卖给他 才得知形势变化 毁得肠子都清了 你还跟我提精神感召力 不要听 我才是真傻 没看清他那么急背后啊 有阴谋 杨寻不看柳军 你宽宽心吧 我挣的那些钱呢 全养工厂和研发中心了 梁姐因为这个支持我的 我们的研发中心要是倒了 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损失 所以我说他俩是好人 那是真的好人啊 杨寻终于将目光移回来 看向柳军 那块地即使在升值 又能升到哪儿去 明天这大形势也不对 你不要命了 这种市场形势 要是再持续一年 你拿命天窟窿啊 你这下明白 中心的科学家们 为什么不计报仇的 替公司分有解难了吧 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理念 科研 在这个环境下生存太不容易了 我们身在其中的人 首先得有这个自觉 很傻是不是 可有那么一帮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正身体力行的 你不会懂的 杨寻的目光 又不由自主地 往柳军的手指上溜一圈 他感觉应该是那只带婚戒的手指 可他已经不确定了 这么多年 他已经遗忘了一些小小细节 现在才开始 是的 可我还能做什么呢 可以向你请教吗 你跟着梁宋投资房地产就很对 照这思路 然后继续做下去 做大 赚大钱 然后挤出一段牙膏给你的研究中心 就显得你很崇高 很有想法 不 理念了 我当然是讽刺你啊 可我说的也是大实话 柳军叹喜 看来唯有如此 最近银行一再找他 希望他这个目前还存活的 看上去生存力还行的企业 冒险在明年一开始就大量贷款 作为老朋友 帮助银行解决贷款任务 也不管他而今一个月的业务量才多少 吃不吃得下这么大量的贷款 据说政策要求定点投放 至于他贷款后肯定资金满意 易到其他经济领域 银行就决定视而不见了 这几年发展的最好 资金回报率最高 又最清闲的是梁思深了 另一个 有点理解当初的冲突究竟是为什么呀 原来他抢了这种人心目中的无价之宝 创造 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利益 这些个人还真是想法怪一样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靠梁宋知作不是长远之计 困在你那两家工厂里也不是回事 你作为老板 你可以抱着创造不放 可你不能放弃创意 你的身份 首先是老板 是宋总姐夫的老婆 前豪远老板娘 从一开始就认准买店面房 买了出租 然后再买 我挖两个矿的人还羡慕他呢 这世道 这世道啊 怨不得你也来搞房地产 柳军摇摇头 无话可说 我开了矿 才知道社会还是需要你们这种人的 我们矿下随时有危险 设备要是出故障 就是人命关天 国产货真不敢放心 还吹什么 中国制造 转向中国创造 看看 你活得这么不容易 谁会自讨苦吃做创造去 人啊 还是追着利益跑的 创造没利益 聪明人 就逗读经济戏去了 赚饱了才假模假样回来搞研究 这世上没胜任 包括你研究中心的一些科学家 你暂时让他们同甘共苦还行 时间久了呀 他们就跟你拜拜了 当然 你现在已经不傻 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好好干吧 以后需要什么投机倒把秘诀啊 尽管让文妹来找我 让我也崇高一回 柳军微笑 看起来杨寻对梁思深有气说不出呢 只好拐弯抹角嘲讽 看到杨寻这样 柳军心中对杨寻的气不知不觉地消解 全身渐渐地去掉戒备 想让你儿女怎么发展啊 哼 总之不学你 杨寻顿了一顿 却又道 像你一样也行 反正老爸我有财力 供他们挥火 很吃苦的 哼 不会比我更吃苦的 还让人看不起 背后不知道多少人骂我呢 柳军会心微笑 看杨寻也是微笑 面对面的 两人都轻轻笑出声来 飞机在翻滚的云团上孤独地飞行 仿佛脱离万丈尘埃 科技的力量让人类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开放社会 人类思想的变革已成大趋势 杨寻在睡前嘀咕了一声 我们中国 一定也能造出大飞机 我没有人 会的 柳军闭目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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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运辉配音 宋运辉天资聪颖 却出身不好 他从小受尽歧视 但好在把握住了 1978年恢复高考的机会 一步步磨练 让他成为了一名 国企技术人员 在变革的浪潮中 宋运辉专心钻研技术改革 接力远离一切权势纷争 他拥有了年少时 不敢奢求的人生轨迹 当然 他也会遇到苦恼 和陷入迷茫 在整个配音的过程中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是拿捏好 从16岁到40多岁的角色转变 在第四部的时候 很多人都反映 宋运辉是不是换主播了 其实没有 因为 随着宋运辉年龄的增长 演绎的声音 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对此 我会去请教其他的主播前辈 他们对于年龄 跨度大的角色 是怎么表现的 如何才能在转变的过程中 不失角色本身的味道 偶尔我也会分番评论 看看听众朋友们 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希望宋运辉这个角色 能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情感共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有声小说剧 《大江大河》中 为雷东宝配音 雷东宝是 农村改革者的典型代表 他是根正苗红的大老醋 军人出身的 他有着雷厉风行的性格 在乡村改革的浪潮中 他带领小雷家全村人 紧跟政策 一直走在时代的最前沿 有声剧要完结了 就在这里和大家说点煽情的 我们这些配音演员 来自全国各地 因为一部作品 让我们聚集在了一起 现在大家要说再见了 不知道将来 我们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在此合作 但是这次合作 是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 非常值得纪念 有永生难忘的 在这十个多月里 我们几乎每晚都会聚到一起 讨论剧情 最开心的时候 是影视剧《大江大河》 开播的那天 我们所有人都守到了 电视前面观看 当时大家作为 《大江大河》有声小说剧的 演播人员 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每一次精彩的演播 都离不开我们小伙伴们的 共同努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有声小说剧《大江大河》中 为杨寻配音 那这个角色吧 就是个体互出身的杨寻 走的路与 孙运辉和雷东宝都不同 他从卖馒头开始嘛 然后手忙脚乱的 抓住过商机 也踩踏过陷阱 算是他在生意场上的 一路摸爬滚打 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然后拥有了自己的产业 杨寻这个角色吧 他是一个令人又哀又恨的角色 前期录制的时候倒是还好 到后面一百多集的时候 我还会有一点生气 就这角色怎么会这个样子呀 我也看到过很多听众 在评论区发泄 说这个角色不满啊 什么始乱终期啊 这个投机逃把 什么阴暗手段等等等等 什么杨寻黑化呀 坏透啦 反正我理解吧 就是对我驾驭黑化角色的认可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时间过得挺快的 特别舍不得这个剧组 我们每天在一起也是挺快乐的 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吵吵闹闹之余嘛 大家就是算是一起完成了这个作品的演播 那么通过这次的合作 我们不仅成为了工作上的好伙伴 也更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那么在这儿呢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收听与支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有声小说剧《大江大河》中扮演梁思深 梁思深这个角色呢 哎呀真是让我又爱又恨啊 真的是快录了这个小姑娘的一辈子了 她刚出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 然后思想挺先进的 而且有一点叛逆 然后呢 这就让这个还在读大学的这个宋永辉啊 哎呦我这印象深刻的呀 人家出了国呢 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呢 再次登场的时候 这个梁思深已经长大了 她也成为了这个宋永辉的追求对象 虽然这两个人这个年龄差的挺大的啊 但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喜欢 彼此欣赏的那种 反正倒是最后这俩人走到一起了 怎么说这个梁思深也是阿奈的亲闺女吗 哎呀我们就不说了 作为大江大河这部经典小说的这个制作人啊 首先我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同时呢我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因为刚接到这个剧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一点无从下手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做过这种题材的 哎呀真是好一顿的研究剧本呢 研究完了之后我在想 要怎么样能做到 让他角色跟演员非常非常的贴呢 因为这种题材的本身就不是很好录 要很生活很接地气的那种 然后就找了身边的几个朋友 配音演员什么的过来试了一下 其实这个宋令辉和杨荀这两个角色呢 我挺有数的 因为你相信在这个月如一北辰 还有那个西北安 我们都很了解 都很了解他比较擅长来什么样子的 他录什么样的角色 跟他特别的贴 但是这个雷东宝啊 哎呦这个雷东宝可真丑死我了 我上哪找这么一个根正苗红大佬粗去呢 哎干窍了 这个韶华先生 我们都要他大勺子 哎呦真的是我都欢喜得不得了啊 我跟大勺子真的是 哎真是圆哪妙不可言哪 还有我们这个旁白艾朗曼啊 哎呀 还有必须要说的是我们这个后期大大林峰 哎呀真太给力了 超级给力夫妻荡 简直天下无敌 太给力了 非常非常的感谢 非常非常的感谢剧组里边的每一个人 以及熊猫君对我的支持和信任 真的特别感谢 也希望呢我们今后还可以有 继续合作的机会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 最后一句啊 很官方的 在这里呢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和支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有声小说剧《大江大河》中为柳军配音 柳军是一个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实干青年 一直在为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不懈的努力着 在为柳军配音前我有些忐忑 担心表现不出柳军这种有才青年的气质 他不仅是一个有才华 而且面对大事也都处事不惊的大男孩 在第四部开始连载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 为什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柳军 而不是继续书写宋运辉的故事 甚至还有人说要弃剧 当时我的压力非常大 在配音的过程中 我尝试着把自己带入到当年的那种社会环境下 更加努力的理解柳军 从而成为柳军 非常感谢这部作品背后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在努力把大江大河 以最完美的形式展现给听众们 最后在这里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与支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播人 在有声小说剧《大江大河》中担任旁白 今天《大江大河有声小说剧》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说实话 真是特别的舍不得 感觉就像 不得不要跟几个老朋友道别一样 作为旁白呢 我当然不想辜负《大江大河》这本好书 这样一个好故事 所以啊 在一开始录制的时候 我特别的纠结 到底该用一种怎样的播讲方式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便不再纠结了 因为我发现 宋运辉 雷东宝 杨循 宋运平 梁思深 柳军等等等等 这些角色 他们不再是书本上虚拟出来的 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每一次录制 我就像看电影一般 所以我只需要像你们的老朋友一样 在不打扰你们工作生活的同时 把我看到的 听到的 向你们唯唯道来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表现是否满意呢 在这个剧组里啊 我看到了每位工作人员的努力 包括制片人啊 编剧啊 后期啊 以及大家最能直观感受到的配音演员们 但是我想特别的感谢一位幕后英雄 也就是我们剧组的画本加统筹 六页 他把我们几十个在全国各地 天南海北的人串联起来 共同努力将《大江大河》更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希望《大江大河》有声小说剧 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同时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 《大江大河》 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招生主要抓两条 第一是本人表现好 第二是择优录取 小灰 我们可以考大学了 太好了姐姐 我们可以考大学了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中 不是给这种黑五类的狗崽子办的 都怪你 都是你害的 你给我一年 我一定带小雷家大队赶上你们红尾大队 承包的事我担着 你怕什么呀 这家也有加持动计 这都是一无二的 给我砸 砸 你去那边 全给我砸了 今天这个店全都给我砸了 你们干什么 住手 我们还能做生意 我们还能东山再起 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 社会 生活变迁 深度皆是历史转型新时期 平凡人物的命运 我们家成分不好 听说现在文件下来可以给摘帽 有人已经落实政策 可我们去街道问 人家总让我们等 欺负我们呢 我想请你帮忙 都说你是神童呢 高中没读都能考上大学呀 真了不起呢 你够朋友 讲义气 要在解放前 就是辣椒水老虎凳 都拿你没办法 去美国读书 我会变得更聪明 更强大吗 宋运辉 不禁狂澜走沧海 一拳天雨 压朝头 雷东宝 我要让小雷家 过得比成年人还要好 杨寻 生意都是赚爱的 我能争出生意 也能争出人生 从1977年 恢复高考 到1992年 南方谈话 从乡镇企业萌芽 到中国制造崛起 从房地产改革 到2008年 金融危机 王侃 杨树 董子建筑业 正午阳光新剧 大江大河原著 有声小说剧 大江大河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作者 阿奈 不复当下 不复时代 抵律前行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